大家好 这一刻我们还是要给大家讲一下小蜜蜂的指弹读咒 我们来把它通弹一遍看一下是什么样的效果 我们弹慢一点 我们来看看小蜜蜂的指弹 好的 那么我们还是一个小节一个小节来看 那么首先第一个小节 看一下 手指尽量不要离开指板 可以不离开的 我们就把它按在上面 这样有助于我们的一个持续发声 中指没有离开 好 然后 然后 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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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家 who 都 ских 基本上都是下面角色数字 上面很少会有和弦 就算有和弦的 基本上就是那种特别简单的那种 那种曲谱 或者是 X就是右手的那种X 那种符号和那种 那种数字混用的上面 才有可能出现和弦 对吧 好 那么大家要就是 要习惯这种看法 看谱的那种方法 直接看数字 然后自己编织法 自己编织法 它标哪个地方 我就弹哪个地方 左手尽量按在弦上 能不动的 我们就不动 满足这个原则就可以了 那么这是小蜜蜂 需要注意的地方 OK 那么大家去练习一下 练习一下 看着弹 能够把它弹出来 速度放慢 不需要你去背 不需要你去背 背下来你没多大的意义 好 那么这一课 我们就给大家讲这个地方